选举将至 由蔡英文领军的爱将团队 包括最近争议比较大的陈时中 以及林志杰 是不是都让总统非常头痛呢 我们现在看到 美丽宝电子报的这份民调 7月国阵民调显示了 总统蔡英文的执政满意度 是正向评价为56.2 那负向评价为41.0 蔡英文的信任度 正向评价是55.1 负向评价是39.9 那吴子嘉惊讶表示了 蔡英文执政六年 满意度还有56% 这过半数为真的是太离谱 而在政治史上是非常的罕见的 他认为说蔡英文的民调升高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太差 苏文昌呢也帮他挡了很多的子弹 另外呢吴子嘉也公布了 23号他就讲了林志杰的论文门 最新的民调 我们来看一下呢 有民调就显示了 有41.9的民众呢 认为说林志杰是跑不掉的 那他的指导教授陈明彤呢 要负19.0的责任 还有46.1的民众认为说呢 就是欺骗 48.4的人认为说会做事就好了 学历或是论文真假 真的不重要 吴子嘉也分析说呢 民众关心这个议题 或是不关心这个议题 各占一半 所以交叉分析之后发现呢 48.8%这个族群非常特别 因为低学历年龄大 而且46.1是高学历 年轻人是有分裂情况的 还有58.2是不认同论文们 是抹黑的 不过呢 林志杰的论文案还没有平息啊 现在又爆出来 12亿的整件地狱级的棒球场 爆出了这个新竹势力 棒球场的风波 而且这个冲击力啊 可能大于就是现在的论文们 因为这个冲击力更大 整个都是漏洞摆出 不管是门啊装反啊 还是红土的问题啊 还是让球员受伤啊 12亿整件的棒球场啊 漏洞摆出 还遭到国民党轰说 是地狱级的棒球场 林志杰也稍早呢 召开记者会再次强调 我是原创 绝无抄袭来平息 论文们的风波 带你来看 那首先我要在台大论文的部分 我要先澄清 这个硕论 我是原创 没有抄袭 我是原创 绝无抄袭 稍后我们也会公开相关的证据 证明我的题目 第一 发想在先 这个题目的发想 我是原创 发想在先 第二 研究大纲在先 第三 研究设计的写作 也在先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论文 有很多雷同的部分 就在我刚刚讲的 研究设计的这个部分 好 我再一次强调 发想在先 研究大纲在先 研究设计的写作在先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原创 我绝无抄袭 我用的是我自己选举 2014年选举新卒市长选举的一个 这个选举的这个相关的资料来做我论文的一个发想 那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2015年的12月左右完成了第一版的研究 大纲 在这段时间以来 不时的指控 还有恶意造谣的言论行为 我们团队都会 委由律师 持续的来 收集 未来如果有需要 我们都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好 林志坚的论文们呢 是疑似抄袭风波持续 那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就感叹说 学术界应该维护自身的尊严 不要拿学校声誉来开玩笑 张静进一步还指出说呢 由于阳光法案只针对公务人员的财产不法的部分 他建议说应该要纳入学位的真位 还有论文内容的真意 才能够守护学术界的声誉 林志坚的论文事件 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关注 尤其在这个选举的季节 但是接受的考验 不光是林志坚本人的诚信 更同时接受考验的 还有包括台湾大学 以及中华大学两个学府之间 他本身的学术生育 甚至是整个台湾社会都要受到考验 台湾社会的选民或者民众 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诚信 是不是能够接受他这个欺骗 撒谎 这个阳光法案啊 就是害怕说是 这个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 有不正当的财产的来源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 这个这种来路不明的财产 跟来路不明的学位 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要扩大 这个阳光法案将来所要涵盖的范围 我想整个社会 台湾社会是成熟的 是要进步的 这个诚信必然是 我们所有政治人物之中 我们所期待的 我们希望经过这个整个的事件 让我们的台湾社会 对于政治人物的诚信 要求更高 我们也希望中华大学 跟台湾大学 能够经得起考验 不会姑息这种事情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而受到伤害 或者会维护哪个政治人物 将自己的学术生育 为此陪葬 好 我们再来看到首都的选战 民进党的陈迅中 国民党的蒋湾 跟民众党支持的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北市的萨卡都大事已定了 先来看到民进党的参选人 陈时中的竞选团队 他在一宣布之后 就迅速的就位了 不过团队组合 多以英系为推手 英系的部分成员就被指控说 企图透过陈时中当选以后 在后小英时代 能够全面继身台北市 那竞选团队总干事 吴思瑶就反驳了 太多虑了 不过我们再来看到 美丽宝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他说了 若是最后陈时中当选台北市长 恐怕会把卫福部那套 搬到台北市来 他更直言说呢 陈时中若是当选台北市长 恐怕唱歌喝酒那一套 再加上都搬过来了 再加上他已经69岁了 搞不好会发生 跟拜登一样的情况 就是跟空气握手 真的很酸 这也是民进党要特别注意的 吴子佳还说 陈时中后面还有一个高手 就是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 副董事长洪耀福 最后一个月 绝对没有讲完 黄珊珊在各地出现的新闻 新闻可能会被封杀掉 只剩下靠网路 好 林世坚大爆炮真的破裂了 再来看到林世坚 先稍找一个召开记者会 他坚称说自己的论文是原创的 绝无抄袭 不管是发想 大纲设计写作都在先 特别是一位王宏威 就马上在脸书大酸 林志坚刚才歌只唱到一半 爱我的人别紧张 我的固执很善良 下一句是 我的手越肮脏 眼神越是发光 许多网友也在认同表示 说这句话真的好贴气 来看到新竹势力棒球场花了12亿翻新 本周五启用之后 地主魏犬龙跟富邦汉将进行了两场比赛 但是场地问题陆续出现了 许多选手就因此受伤了 职棒员工今天发出了声明 呼吁说联盟暂时停止在这个赛场来安排赛事 而且从网友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新竹势力棒球场施工吊策 还有女侧门都繁琐非常多的问题一直在出现了 所以在新竹势力棒球场进行的实战测试赛 当时就有汇报选手使用心得 对于红土娃草皮赵明提出建议 但是没有明确的改善 为了让选手在安全环境工作 职棒球员拒绝在这个场地比赛 接下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